这个093从8月21号开始做节目 到现在做了很多期 这里头就是随时都在跟进 获取的一些信息和情报 给大家来分享 首先告诉大家 这些东西就跟那514录音一样 如果不录的是 你永远不知道别人 这个将军开会 中共的这种会是咋开的 咱们就相当于现场直播 告诉大家他们的一些 就是第一时间 他掌握的我们就掌握了 我们所有过去的 所有次每次直播 基本上都他掌握的 我们就掌握了 就有些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都是推测 所以我们的节目也是推测 从第一天开始说出事了 那是第一时间 军委的人都不知道咋回事 反正知道死人了 潜艇里死了好多人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期节 反正知道是在黄海区 在六云港 天气问题 然后底下 要不要铁链刮口给刮住了 后面一期一期 今天到这个时候 基本上有一个 大概的这个来龙去脉 是搞清楚 因为这里面有个重要的人 关键关键 事成经过的人 是在里面透露出具体的情报出来 首先今早上跟大家说 中共用的是啥 什么系统 大家应该记得吧 叫做五轴泵推进系统 这个五轴泵推进系统 通常都是由两个同行圆形的泵组成 内缘的泵 泵成为主动器 或者是叫内缘泵 而外缘的泵成为反作用器 或者叫做外缘泵 这两个泵通过一个电机驱动 使得水流在内缘和外流之间循环 内缘泵通过旋转产成水流 外缘泵通过逆向旋转来反作用 以达到推进的效果 这种系统可以提供 高效安静和灵活的推动力 这是给大家解读一下 进一步解读一下 为什么 这个叫五轴泵推进系统 它的优势在哪里 对 是有优势 高效安静 然后呢 关键说 一旦加入超导技术 就可以提高五轴泵推进系统的效率和性能 超导材料具有低电阻和强磁场抗力的特点 可以用于制造高功率和高转速的电动机 提高泵的转速和推进力 同时超导材料还能减少能量损耗和热量产生 提高系统的能源效率和运行稳定性 因此加入超导技术 可以进一步优化 五轴泵推进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 最近记录的网上有一个很火的事情 叫做什么常温超导技术 就跟这些东西都有关系 所以但是这个五轴泵推进系统 美军有没有用这个 咱们不知道 但是为啥前苏联用的是超静音 磁流推进系统 没有用这个五轴泵推进系统呢 这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五轴泵推进系统在海底操作时 可能吸入异物 特别是在海底存在大量的 杂物和沉积物的情况下 由于五轴泵推进系统的设计和工作原理 它们吸入海底的杂物 沙土和其他物质 因此在海底操作中 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来防止或者减少义务的吸入 以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 这可能包括使用滤网或其他过滤装置 来阻挡义务 并定期检查和清理系统保持畅动 这个就跟那个喷漆式发动机一样 它是吸力很大 而中共呢搞了一堆 这个海底要么铁链挂钩 就把自己给它吸进去了 今早我们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卡壳是啥原因 一旦吸入异物 就可能导致无轴崩推进系统停机 如果异物进入无轴崩推进系统 可能会阻塞或损坏系统中的关键部分 导致推进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这可能会导致潜艇失去推进力 影响其潜行和上浮的能力 因此防止异物进入推进系统非常重要 以确保系统的可靠性和运行效应 这里头这个是咱们里面的雷就告诉咱们 这是最大的情绪 因为这暴露了中共无轴崩推进系统 在实际应用中的使用弊端 第一一个重要绝密情况 093417这个所谓的改进型实用的无轴崩推进系统 经营效果绝对很好 第二中共的无轴崩推进系统 在实际应用中有这个弊端 在实际应用中这次有这个弊端 大家看明白没有 就是我们先告诉大家 为什么就是跟我们21号直播的第一天时候 告诉大家的很多事情 它是吻合的 有些业余的 说什么一个铁链就可以 那个勾锚可以把这个钳顶给勾住 就上风不了 那就是不懂 说白了就是啊 这样子啥都不懂 他不知道中共是无轴崩推进 就相当于你去看看 如果一个喷气是发动机 一个小鸟直接撞 那直接停机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经常会发生 特别是民航 所以在民航的所有的上空 都有专门 不能让这种各种鸟啊 飞行 专门有驱鸟的装置 就是随机机场的上空 所以这暴露了中共无轴崩 就是这里头 可能吸一些别的东西 可能无关紧要 因为它有防护栏 它今晚有防止衣物 进入推进系统的 一些一种关键的一些部位 但是这个镖毛铁链 中共自己人装的卡住了 好 因为我们现在是 要把整个事情经过 要既有逻辑 又要告诉大家 否则 因为咱们的节目 不仅仅是咱们的观众看 更重要的是 很多潜艇学院的 海军的 八一大楼的 军委的人都在看 因为上上大家 因为很多人也不懂 都不敢问 知道吧 咱们的说实话 这些东西 路德也屁都不懂 就跟严博士给路德说 119的意思一样 都是内部有人 才会知道这些关键点 大家看啊 无轴崩推进 所以卡住了 好 大家看啊 卡住了以后 然后就是我们接下来 就是关键的一点 就是啥呢 卡住以后 就安排人去给它切割 很多人说 潜艇上为啥装天然气 我就告诉大家 潜艇 首先啊 这一点 因为很多人 就是我们从各个方面 起合潜艇储存天然气 主要作用是作用 有的时候作用燃料供应 合潜艇 有的时候会被用作 合潜艇的能源来源 能源来源之一 用于发电和推进潜艇 潜艇呢 储气框 可以存储压缩的天然气 以便在需要时提供燃料 记住是需要时 这样合潜艇 可以在长时间任务期间 维持足够的燃料供应 确保潜艇的正常运行 持续的能源供应 有的时候万一 你这个合燃料 或者出了啥问题 这是一种备用的方式 同时潜艇里头 生产这个氧气是什么 氧气也是通过电解的方式 产生氢气和氧气 氢气呢 也是储存在氢气罐里头 就专门有储存氢气的地方 天然气储存好 氧气呢 也储存好 储存好嘞 然后变成了一种 叫做压缩空气 就是你在潜艇里的人 呼吸的不是氧气 而是21% 加上百分之多少的氧气 要是混合比 混合出来的 混合空气 绝对不能呼吸纯氧 记住 一旦呼吸纯氧 人直接晕掉去 我告诉大家 好 所以这里 我们进行上午 到现在 这个潜水员 就要人 首先第一 既是一个什么呢 常规的考核 就他吸入了这个 也是一个考核 就是潜水员下去 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考核 说白了 就是会经常出现这种问题 所以呢 参加考核的潜水员 就背了四个气罐 一个气罐 是压缩空气 是用于呼吸 剩下三个呢 是一个氢气罐 一个氧气罐 一个天然气罐 用于水下切割 因为他通过混合以后 然后有的时候 比如说氢气配比多少 氢气多一点 还是氧气多一点 还是天然气多一点 根据不同的深度 比如说20米 100米还多少米 来调整这个配比 然后再进行水下切割 首先这里头 它的气罐 记住啊 这是所有进行水下切割的气罐 无论氢气罐 氧气罐 天然气罐 它不是放在那里的 你就要潜艇 是 因为你如果一个简单的气罐 就能定时炸弹 它是有专门的储气罐 储气罐 温度啊 什么东西 比如天然气 它是液体 就是液化天然气 那就安全很多 所以它不是 所以这个潜水员装气罐手 它要从储气罐里头 给它接出来 装上 好 具体这个过程 我们待会再说 好 我们现在先跳到潜水员 通过气炸舱出去以后 完成 进行了各种考核 完以后 接着它操作完 中间有一段 我们待会再说 操作完以后 就拍打气罐舱的舱门 里面没有反应 一直没有打开 这个时候 于是潜水员 选择违抗命令 上扶 潜水员按照规定 没有潜艇的命令 是不能上扶的 它是冒着风险的 我告诉大家 潜水员在潜艇里头 从哪里出来 只能从哪里进去 因为它这个气罐舱 舱门 只能从里面打开 外面是打不开的 就气罐舱是侧面 你说是顶上 那叫做另外一个舱 是上面可以打开的 气罐舱的舱门 没有反应 所以它不得不选择上扶 我告诉大家 当时的情况是 两艘护卫船 相距一海里左右 1400米远 就在左右 发现潜水员 过去营救 营救后 知道下面有核潜艇 在执行任务 记住啊 潜水员 当时我们得到消息 就算建了护卫舰 也不能说具体执行什么 执行什么任务 只能是绝对保密 但是 所以护卫舰 也不知道潜艇 执行什么任务 护卫舰 当时只知道 在规定的海域航行 执行观察任务 记住啊 中共的 你们去看一下 美国的 当时有个从海底出发 那个片子 就所有的潜艇 到哪里 介绍的任务 就是你到相关的区域 海域 执行什么什么 具体都不知道 要自己去发现 然后嘞 所以现在这潜水员 到底是英雄 还是暴露目标 为军规 现在还没有定论 现在正在关禁闭 接受调查 所以我们之前说 潜艇里头的人都死了 但是这个潜水员 是活着的 他没有死 他属于命大 幸存者 所以现在很多 都是来自潜水员 写的报告 就是在这个 外面的过程 好 发生事故的第一事件 美军的侦察卫星 就准确的对准了 出世海域 比路德舍 爆出来的事件 早九个小时 这艘潜艇 一直被美军卫星盯着 但是美军卫星 不知道具体发生什么事情 很多人说 为啥 中共指导美军侦察卫星 对准了出世海域 有几颗美国卫星 中共的地面都知道 这不是很难的问题 美中双方都具备 互相监测 对方卫星的能力 所以中共才要 发射建立卫星 做超低工程长 这里面顺带说一句 就是间谍气球 不是间谍卫星 做超低工程程长 在别的地方 对潜水员 当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只是那么 为什么他们打不开 对好 接下来 护卫舰把它救起来 接着就联系 你知道这个潜艇 就联系 可能他们踩里面就出事了 因为很长时间 潜艇呢 要打开 要把它 首先第一步 是要通过浮力 实现上浮 改变其浮力 外部冲压 是一种方式 通过向潜艇 外部的浮力舱 冲入压缩空气 或其他气体 增加潜艇的浮力 从而使其上浮 这是一种长线的上浮方式 还有就是 潜艇内部通过气压 把水排掉 也是一种方式 所以呢 当时就是联系 最近的机场 就是连鱼港机场 当天的气候条件 飞机没法起飞 要运送一台 大功率的吹气泵 把泵和舱内管道 接通后 往里面 加压空气 潜艇才能浮起来 所以时间比较长 花了很长时间 等到这个什么 吹气泵大功率的到了 然后护卫舰给他 什么挖人啊 什么 把他浮起来的时候 打开 里面人已经都死光了 这个到现在 为什么 就是21号的时候 从早上8点吧 到下午2点 整个6个小时 是这个原因 在这个事情上 在这个过程中 美军的侦察卫星 其实一直都盯着 但是美军侦察卫星 只能盯着卫星 怎么一会儿护卫舰 一会直升飞机 他也是吹气泵 也是直升飞机 要过来的 怎么 但是具体是啥事 他们不知道 因为这个对话 没法那个 那也有可能 美军把这个相应的 这个通信 也有可能解惑 对 外部冲压 浮起来 所以就是21号 当时发生的是这个事情 这一系列的 这个潜水员 实际上是没事的 他活着 这个潜水员 还有个小故事情节 他本来他也得了利己 但是他这个利己 他说他这个症状不严重 还能撑一撑 所以参加完考核 就忍一忍 过个一两天 几天时间考核完 他就结束了 就跟你考驾招一样 考完了 这一次 省的 回头再跑一趟 就算那些得了利己的 接了人 也不会跟护卫舰的人说 我们在里头干啥 干啥 不会执行任务 他都是 就是什么任务 他都是保密的 绝对保密的 因为这个核潜艇 是中共绝对最高机密 最高机密中的机密 这里头所以就有一个 重要的事情 就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里面 我们现在只说外部的情况 里面的情况 里面什么情况 就是外部的情况 我告诉大家 已经很确定了 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这个情况 因为外部有人活着 所以已经是认定的 不需要在这个什么 什么财呀啥的 关键是里面的情况 里面情况有两个情况 一个情况是已经确认的 确定的情况 我们现在节目里告诉大家 这是已经认定的 认定的情况 什么情况 就是唯一定论的 就是潜艇进化系统里 没有安装 荧光检测装置 这荧光检测装置 这荧光检测器是干啥用的 一般在潜艇里头 荧光检测器 可以检测多种有毒气体 比如说氨气 一氧化碳 甲醛 硫化氢等等 这些荧光检测器 与有毒气体发生反应 并产生特定的荧光信号 通过观察和测量 荧光信号的强度 可以判断 有毒气体的存在和浓度 这有助于确保 潜艇内部环境的安全 并及时采取措施 处理任何潜在的危险 荧光检测器的成分 荧光集团的化合物组成 这些集团在特定的条件化 会发出荧光信号 荧光检测器还可能 包含其他辅助成分 比如稳定器溶剂等 以提高其稳定性和适应性 荧光检测器一般 放置在进化系统的关键部位 如过滤区和透明管道等 这样可以确保在流体 通过进化系统时 荧光检测器能够与污染物发生 反应并产生荧光信号 从而方便监测和检测 污染程度 以及启动 比如说这个进化系统的一些反应 就是很多别的还没有定论 但是唯一有定论的就是 没有现在已经检查了 没有安装 没有荧光检测器 以及荧光检测装置 这是唯一定论的 好很多人说 为什么会产生硫化氢 或者一些有毒气体 这个我接下来说的是 只是他们内部的推断 因为还没有定论 还要等黑匣子到目前为止 他们是这样推断的 这个按照操作手 操作流程 我们说刚才说 他要带三罐气体 一罐是氧气 一罐是氢气 就天然气 住到的小罐子里头去 他们是这样说的 这个具体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加详细的 因为现在他们都不知道 说白了 所以咱们也是跟他们说的推断 说虽然 但首先我们先说一下 如果但我没记错 是90年的还是2000年左右 但是美国有一个工厂 还是啥 就是接完这个气体 有三罐 三个不同的管道 它是三种不同的颜色 接完气体以后 它把这个管道 接回去的时候 接错了 然后当时这个厂 也是产生了硫化氢 就是直接当做氧气 给它排出去了 就是变成了空气 然后有毒气体之间 死了很多人 后来美国在这个事件之后 做了一个重要的 安全生产的更新 就啥呢 就是虽然你三个管道颜色不一样 就跟那个电线一样 但是有一点 就是阀门也全部不一样 就是你阀门 想卡到另外一个上面 卡不上去 这一点 如果在美国加油的 你就知道 美国汽油和柴油 两种不同的枪 你如果不小心 拿了一个柴油的枪 夹到汽油那种 你是夹不进去的 枪是不一样 这个大小 动的大小都不一样 是夹不了的 在中共国好像美 做不了这个 所以经常把柴油加到汽油里 在汽油加柴里 这啥就是阀门的卡扣 它都不一样 所以美国是在那个事件之后 所以呢 所有的这种安全生产 提升一个级别 就所有的阀门 氧气是氧气的阀门 氧气的阀门 你拆下来 加到氢气里 加不了 安装不了 但中共少了一个这环境 明白吗 为了审视图审视 这就是具体的细节的设计 现在我跟指示 就到底是他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的 因为那个人 那个潜水员 那个 因为他是有操作手册的 因为到底是潜水员 活着的潜水员 他去装 因为他说 我只是拿着两个 具体细节 咱们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 说安装 就是就把那个 要么是氢气 或者是天然气的 装到这个氧气里头去了 把它 说是这样 所以导致排出的是有毒气体 然后呢 他自己又没装 荧光检测装置 所以是一个这个 现在 因为里面人都死了 所以也不知道具体啥 但外面的 已经是确定的 刚才说 所有的外部的 因为这个人是活着的 潜水员 他什么 具体叫啥名字 咱们不透露 为啥呢 这个他在禁闭状态 是非常高机密 高保障的 所以里面 只能怎么会导致那个 现在还在调查 但是是故意的 还是无意的 还说什么什么 未来 我相信会有断论 今天因为有活着的潜水员 所以外部的 基本上是可以定论 里面的 没有装荧光检测装置 也是定论的 还有一点 就是由于潜艇 进化系统 没有装荧光检测机 所以718会换很多人 海军装备部 有很多人会收拾 清到潜艇写 舰艇基地 这些腐败的很 说白了 这些就是唯一定论的 就是没有装这个 先把这个背了过 再说具体 还要等这个黑匣子来解密 还有美军的卫星 实际上那一天 比路德社早9小时 都已经在盯着 记住 中共的这些核潜艇 走到哪里 基本上都在盯着 所以但是具体 现在他们到底咋回事 他们不知道 具体 我们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知道 只能严格意义上 就是更更严格意义 我们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知道 但是他那天就盯着 马斯克的 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分享一下 第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提前9小时 就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 说明就是 这个美国的 这个监测能力太恐怖 不不不不 你千万记住 不是提前9小时 知道这个事情 提前9小时 卫星已经在内了 军事卫星 明白吗 明白 不是他知道 就中共提前9小时 就已经发现了 美国的军事卫星 提前9小时 就在内里 一直在盯着 这个卫星在上方 是很容易看到 前段时间 我们不是做了吗 澳洲不是出了一个报告吗 说美澳军事演习的时候 澳洲就发现 中共的间谍卫星 一直盯着美澳的军事演习 这是啥 这叫做卫星监测系统 就是监测别人的卫星 你得有套系统去监测 这叫卫星监测系统 所以中共国的卫星监测系统 其实发现 美国的军事卫星 提前9小时 就比咱们爆出来 提前9小时 就已经在内里 一直盯着了 比路德社爆出来的时间 早9个小时 就待在那里了 一直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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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不知道 咱们不知道 这里有一个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情报 就是 其实想让我们发出来 就是中共的这个 无轴奔推进系统 在实际应用中的使用弊端 就是会吸入 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这些美国怎么解决的 是怎么样的 还有没有另外一套系统 咱们不知道 但是中共国的 这是关键 这是第一点 然后因为这个具体的 具体的事故 就是你看走到现在 其实对于 对情报的角度来看 首先第一 咱啥都知道 说白了 抓间谍 抓着反间 什么反间谍 是吧 对咱不管用 是吧 这是第一点 这么极致的 第一时间 如此细节 这不是瞎扯 可以扯得出来的 你知道吧 你看他们什么 北部战区 什么政变了 起义了 这种 你扯得出来吗 扯不出来的 能扯出啥 具体细节 没有 啥都没有 这是第一 第二点 是啥呢 就是中共的 标柄天天挂狗 还有这玩意 这东西 杀伤力挺大的 第三点 这里头的几十个军官 几十个学员 又过端 这是对习的杀伤力 第四点 中共的无轴奔推进系统 093用的是这个 有几艘改进行的 看到没有 这是关键 这是关键信息 就是中共已经能够 因为美国的 现在的情报 是说的啥 说096 无轴奔推进系统 093可能还做不到 而中共很多的 什么所谓的论文 写的都是 哎呀 现在中共正在研发 这本意 正在搞研究 说什么096以后 不知道 中共已经在093 至少417这款 已经用了无轴奔推进系统 第四点 无轴奔推进系统 它有这个问题 中共的有这个问题 没解决 第五点 那就是出了这些 所有的事故 就因为这个事 咱们得到了这些情报 这些事故 它未来会不会出 到现在来看 它如果说把这个 到底是说 里面有特务搞的 还是说故意的 还是说里面不小心 还是说这里头 就是说你看 他们第一时间 是排查里面 到底会不会影响 别的前提 你看他这一排查完以后 就啥意思 第一 不是美军搞的 第二 前提没问题 只是一个小东西 叫做荧光检测机 把这个一加上就行了 第三 接错了 这个东西也好解决 不是潜艇的 整个的软件 或者里面芯片 或者里面的 这个自动化有问题 现在到这个 看到没有 这是汇报的军委 你们听的是 汇报的军委里头 那报告军委听 哎 不幸中的万幸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个还是没啥大事 最怕的就是 里面系统设计出了问题 原来只是一个 小的荧光检测机 是不是 那个东西好解决 好解决 是不是这逻辑吗 大家想想 如果管子接错了 这样都好解决 对他们来说 下次别接错就行了 重新改过 换几个绝对 发门 可能就可以搞定了 是这逻辑 但是就是说啥呢 这我们今天 你听到的是 就自我IQ精神之后的逻辑 就结论 实行不大 至于说 几十个人 是习的 清点的 回头再培养 人不大吧 中国明白不 是这逻辑 在这里头 所以报告到军委那里头 你们是不是听到啥 感觉没有 就是安抚别的潜艇 因为别的潜艇 你是担心啊 这咋回事 别开着开着 咱这也突然间 那个有毒气体出来了 我后来告诉你 你们签订不会有事 你看你们以后 只要不接错 就不会有事 是这逻辑在这里 这就是今天 这个汇报完以后的 最大的逻辑 是在这里 我们今天说的是 军委里头 报告上去的 那你要知道 中共这个假片头的底下 一定是 就这个报告 可能都有掩盖了很多 你要知道啊 比如说最怕的是 找不到问题 第三逻辑找不到 是里面在设计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签订给拆了 你才知道 甚至你都不知道 那个突发的一种情况 之前我们不说吗 如果突然一挂住 挂住来 然后在一个角度 一个角度以后 然后里面导致 导致乱起包子 或者是 他们最怕的是 就第一是这种情况 你都不知道咋回事 就你这车开着开着 突然间也没出啥事 里头就排出一股废气 把人里面人憋死了 啥原因啊 没人堵你的管道 然后呢 第二怕啥 是不是美军搞的 美国有神秘武器 那个也是伤军心的 绝对的 让别人不敢上战场了 美国这么厉害 这是第二点 他们最怕的 所以现在递交上来的报告 就告诉你 外面的 所有的 这个是完全是定论的 为什么会花六个小时 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 很多人说 怎么你看那361 当时都搞了几天 才发现的 为什么这个 原来有个人 他上服了 他前提 他是执行操作 后来拍这个 叫炸水舱 是吧 门打不开 所以第一时间 所以和那个361区别 就在这里 没有说几天以后 所以这个逻辑 他都是为了上的 就是里面的事情 中共 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说 习第一时间 说的是哪呢 就是严格保守秘密 第一时间下的命令 第一道命令是 严格保密 将当时在361的事情 第一道命令是 尽最大能力 抚恤家属 所以习的第一道命令 是严格保密 好 所以你看 就是具体怎么解决 以及这个最终的定论 他就决定了 军心 军民 军医 军心 军医 包括 你既不能长了 敌人的威风 也不能灭了 自己的人的信心 也不能让里面的人 他接下来的 别的潜艇的人 害怕 提心吊打 还得让他们继续做炮灰 所以呢 到现在为止的 他的整个的 我们的节目中刚才说的 和之前的 完全都是吻合的 大家去看 记住 好莱坞都不可能 什么编 都不可能编得出这些 这是事实发生的 所以他是前后 你过多少年 就跟那个G19一样 过多少年 咱们说的G19五点 到现在还是 从来不变的 因为他是事实 因为真相只有一个 所以他不会变